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二日而香变 三日而未变 四五日外色香味都变了 就是你放的一天颜色就变了 从枝头摘下了啊 放两天香味没了 放三天的味道都变了 四五天啥都没了 所以如果你要不能在四五天以内运动呢 这荔枝已经是烂了或者什么的 那杨贵佩还吃了什么劲儿啊 按大唐时期驿站的设施呢 每二十里设了一站 就是二十里换一个人 六十里换一匹马 一天呢 能跑五六百里地这是有的 那如果刚才我说那两条从广州到西安 就到古长安 那个古道来看 那都五六千里地 等跑到这个长安那 那都起码七八日开外 那荔枝早烂的不知什么样啊 要按这个标准 杨贵佩是吃不着新鲜荔枝的 何谈一级红尘 非子孝呢 谈不上谁呢 有人说那不对 现在有个荔枝品种 就叫非子孝在广东 那是后人俯会上 考古学家一研究呢 还有一条荔枝古道 从哪呢 从现今重庆福岭开始 也就是川陕一条大道 因为这陕西跟四川挨着嘛 从重庆福岭开始一直到长安 这个多长呢 两千里地 也就相当于一千多公里 这一千多公里你算分 一天跑个五六百里 那么四日以内有可能加急干到长安 那么这时候这荔枝呢 起码味道还没有变化 所以能送到杨贵飞呢 让这非子好好尝尝 哎呦 这荔枝好啊 新鲜 所以按这个解释 荔枝古道应该是川陕大道 从重庆福岭开始到陕西西安 而这条大道呢 自古以来很有名 在唐以前的三国时候 当时诸葛亮入蜀啊 后来这个在这屯兵抗朝 刘备后来带兵取汉中时候 都曾经在这条道上打作文章 等到后来说什么时候就败落了呢 就不运荔枝了呢 从南宋以后 南宋以后整个中国经济中心往南移 你看后来定东西那些地方 这个这个灵安 就先杭州 到后来这个圆明清 在北京或者在南京 这时候挪到东北去了 已经进了 都从福建那边运新鲜荔枝了 所以这条道就不能叫荔枝古道了 但是这个川陕大道呢 却是川陕两个省经商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所以由这点判断 这个杨卫飞吃的荔枝不是来自岭南 是来自现在四川和重庆一带 有人说那地方蝉吗 因为在历史上南宋是最寒冷的时候 他蝉荔枝的最北边到乐山那会儿 你等待在唐朝时候呢 气候相对暖和呢 蝉荔枝最北已经到成都这边了 所以当地呢 产荔枝 这是完全现实的事情 所以这个过程怎么运输 古人用什么妙招为荔枝保鲜 一种地方特产 又承载了多少历史故事流传至今 一代家人 香消玉允 又留下了多少如诗如画的美丽传说 马维托之死 逃亡日本 远渡美洲 这些千古谜团 到底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老梁关事件 一记红尘 妃子孝 正在播出 在唐朝时候呢 气候相对暖和呢 蝉荔枝最北已经到成都这阵 说这过程怎么运输 用古代冰箱 什么古代冰箱 竹筒 这我们知道四川竹子多吗 竹筒里头呢 带叶的荔枝摘下来 放里边 然后用辣把竹筒封住 这里头氧气减少 二氧化碳呢 使这个果实这个熟化呢 比较慢 这样呢 摘下来的时候呢 还有点轻 倒是催熟说正好 所以那时候用这竹筒来运输这个 称之为古代冰箱 也防止沿途挤压呀 谁把他给弄坏了之类的 最主要目的是保鲜 但你想想 古代这个保鲜 再加上周车劳动八百里夹击一战下来 这是国家级的非常运输方式 本来是传出重要情报的 唐宣宗宠爱杨贵妃就用这种方式 所以这个有关杨贵妃吃荔枝这事啊 可以跟历史上周游王风火系猪猴 为博老四一笑 可可以和这相比评论 后人也因此说杨贵妃红颜祸嘴呀 说这荔枝跟着都背骂名 那么其实这荔枝呢 也确实在一定程度 是大唐走向衰亡的一个象征 你咱前面说 一记红尘非子孝 无人知识荔枝来 东募写这是干嘛 讽刺呢 一记红尘非子孝 那妈打这个快 人以为这有什么加急情报呢 什么出事了 弄半天非子孝 杨费勒了 没人知道是荔枝来了 都以为是加急军人情报 而最后 这大唐 唐宣宗年代 面临暗史之乱 最后我们都知道杨贵勒死哪了 最后被吊死在马卫坡 唐代有诗人叫张沪 写手诗 这里还有荔枝的 叫 京西不整 耐冰河 南去人一心 北去多 尘土以财 香粉艳 荔枝游道 马卫坡 这死的时候 太往这运荔枝 就因为这个大唐都快亡了 也太往过这运荔枝 所以说这荔枝 在这时候 背负了一定的骂名 其实也跟红颜祸水有关 大家骂杨贵勒 骂唐宣都没正事 可不是 白居长生哥里写 春宵苦短日高起 兔子金王不脑着 天天陪杨贵勒 又是天哥哥密解着呢 然后在戏园里还唱戏 汤宣宗苦短日子 要对杨氏芝麻 负责责任 马卫之变 在一定程度上 实际上是对宣宗 和其苦短日子的一个清算 那么这个溃亡过程 出现了一个千古之谜 马卫坡杨贵勒死 他到底死了没有